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小白 今天我們來玩這個很酷的礦風物語 我們今天來玩這個模組三船 對然後我家今天出現的商駝 可是他的主人在這裡 我看看商駝有沒有什麼很酷的東西可以教一下 我們可以用三個綠寶石換藍水母 這應該就是那個模組裡面的東西 基本上這個模組我們可以做這個 他可以做裝備可以做裝飾 還有一些類似鍋鏟 欸等一下我們家裡不是有一個這個嗎 煎鍋那是不是應該要 應該要做一個鍋鏟是美味蟹寶 我們也可以做美味蟹寶欸 可是為什麼美味蟹寶沒有合成表 這是香脆脆油渣渣 我怎麼好像都好像都在講一些 大家都知道我在講什麼東西的感覺 三重醋梨日出 甜莓蘋果加可可豆跟牛奶就可以做出這個冰沙 這個我好像也知道在哪裡看過 欸鳳梨欸 Panapple 可是還不知道在哪裡找 還可以水母王王 我們可以做水母王王抓水母 對還不錯欸 還可以吹泡泡 我們可以吹泡泡欸 可是他怎麼吹 呃沒血算了 欸他隱形了 好啦好啦好啦 他其實到了一定程度就會隱形 不過商人感覺可以教一些蠻好玩的東西是不錯 不過那不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今天的目標呢 也要先來把我們家的蜜蜂都先全部採收一遍 啊我們家的蜜蜂也已經很努力的幫我們生產很多東西了 所以 呃先先找點東西吃 因為我發現我家的植物長速度並沒有想像中的快 所以我們要一個一個先慢慢先把它 先把它噴一下然後要採採採採一下 對這些過程應該往後一點就可以做成自動化 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在那邊自己噴了 對自動化的東西應該是會有一個叫做自動化方塊 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等級1的自動化方塊 他要做的話首先的先決條件就是需要一個呃 呃地獄之星然後還有這個是等級4的欸蜂蜜塊也要做 等級321 哦 所以等級1的也可以做只不過就是這個好像是 呃用一般的那個外面的東西然後再加上草 可以做出一個小小的這個這個是蜜蜂的家 然後這個蜜蜂的家我不確定有沒有自動化 不過我很確定的是有這幾種等級的都是可以做自動化的都拿了 那我們就直接丟進去機器裡面機器裡面有沒有電 有有有電它們就你看有沒有我們只要放上去 他就會幫忙處理了只不過這個電噴的速度有一點快喔 呃請問這樣我呃只能夠只能夠做一遍而已 喔還是不夠阿所以我們還是得要自己清清手 ok來看一下有兩個蜂蜜瓶我們的蜂蜜瓶都可以留著 我們我們把蜂蜜瓶留下我們不要浪費我們的蜂蜜瓶 反正蜂蜜頻道最後就是拿來發電用而已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走 我們去外面狩獵一下 啊不然就是我們去 欸不對 外面有什麼動物嗎 這是什麼 火紅螞蟻耶 這個火紅螞蟻會噴火嗎 我拿槌子看 而且他們改進草林明很快就過來了 OK 11隻 還好不會很強 可是 他們咬我很痛 他們掉了一個 他們會掉糖耶 啊對了他們是螞蟻嘛 所以 本身會搬糖也是蠻正常的 我想要找食物 可是這附近 這附近除了我的稻田 長得特別慢以外 我可能真的親自要先去村民家一趟 麵包 謝謝 拜拜 這個是他唯一最後的兩個 兩個兩個兩個怎麼吃的 然後就這樣子把它給 偷走 這樣 嘿小朋友 你家有吃的嗎 可以讓我看一下你家嗎 沒有 你家好窮 你家什麼都沒有 就跟現在的我一樣 綠寶石 謝謝 我正好需要利物 那是草嗎 盲草 盲草不算 我需要的是一般的草而已 我想說他有草的話 我們就可以不用 麵包 還真的可以挖到一些吃的 好爽喔 我拿到九塊麵包 我想要在外面走走看 看有沒有什麼動物 這個是我們的 蜂巢 我們把蜂巢帶回家 然後那個是我們的 鑽蛇蜜蜂 那個先不用管他 家裡有很多了 我們往這邊找找看 有豬啦 可是我真的很想在家裡面養動物 欸 可是 我們家太遠了 而且我沒有胡蘿蔔 我也沒有餡 根本就 沒辦法把他們帶回去 而且 動物其實就很少 所以我們還是盡量不要 呃 傷害他們好了 對 因為他們 數量稀少 再砍下去 恐怕 我應該也沒救了 然後這邊是我們上一次 打 就是 打怪的時候 掉掉的BOSS 我們來應該說出現的BOSS 我們來試試看看能不能終結他好了 嘿 嘿 嘿 欸 OK好 我記得那個BOSS應該也有掉下來吧 你是誰啊 鐵礦風欸 在哪裡 欸 在這裡 臭蜥蜴人 喔唷 痛喔 可惡 蜥蜴人會掉蜥蜴蜴的東西嗎 欸 這什麼 他掉了一個 蛋蛋欸 好 謝謝 啊 好痛喔 呃 請問 這個BOSS的傷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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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呃 好 好強喔 喔喔喔 我要 我要撿我的東西 謝謝 我要先閃了 不好意思 王 不好意思 我剛剛只是被他 碰一下下而已吧 欸 我應該是 我 欸 我真的沒辦法 跟他單挑欸 好好強喔 我 我在想要不要先把我們家附近的自然之力提升 如果說我們把家裡的自然之力有提升的話 至少是可以 呃 至少是可以增加快速的讓我們的那個種農產品可以快速增加對不對 這樣也是一個好事啊 這樣也是一個好事 可是 應該應該也沒有什麼壞的 不然的話我們我想要找比較快 比較快可以吃的好不好 我們找比較快可以吃的 像這個是西瓜 可是西瓜是可以吃 可是我想找 胡蘿蔔 或者是馬鈴薯有沒有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至少 帶回去之後馬上種馬上長好就可以吃 可是 感覺不是那麽簡單 這是什麽 他是西瓜 不然的話我再敲一個西瓜看看好不好 喔 西瓜種子 Gato 我拿到西瓜種子了 請問你有賣 胡蘿蔔嗎 你賣 這些看起來很爛的垃圾 有食物的蜜蜂嗎 就是 只負責產豬肉那種蜜蜂 豬肉蜂 應該沒有吧 紅石 然後 這是 這是那個耶 什麽聲音 噢 噢天啊 是 是那個 水鬼喔 屍殼之類的 不然我們先吃鮭魚了啦 耶 嗯 耶 耶 耶 噢這刀超快 這個刀在水裡砍超快 超方便 還有一隻 還有一隻 我現在居然在餵食物的煩惱 天啊 因為沒辦法 我們食物真的吃到一個 吃到一個很可憐 嗨 你居然敢來 OK 掉什麽 什麽都沒掉 OK 沒關係 我早就已經習慣了 走 我們離開這塊沙漠 還是我們就繞著這個沙漠去向前走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吃的 可是這個沙漠 再走過去 欸等等 地圖顯示 我們再往前走有一塊 平原 好 就就就走向平原 我們就去平原那邊 有平原看能不能多彩 是 是鴨嘴獸 鴨嘴獸太累 我們要用釣竿 然後在水裡面釣那個 蝦子 對 我們要釣蝦子 然後給 鴨嘴獸吃 鴨嘴獸才會變成我們的寵物 但目前 我沒有那種東西 我沒有那種東西 然後這個戒指 我記得他好像 不是戒指 是這個草 這個草打下來 他是可以做成戒指的 他有 一個作用是 我看一下 跟 金環一起合成 他變成一個有能力的戒指 對 所以這個金環是用金磚 加這個釘 這個釘很難做 這個釘有點像 成本較高的那種釘 才可以做成一個指環 野豬 野豬 野豬騎士 太久了 對不起 這野豬會打我嗎 不會吧 我看一下野豬 哦 好痛哦 會撞我 野豬走開 笨野豬 哈 你看 活該 所以野豬 哎呦 你可以不要 下一秒突然想跟我 和好 然後 然後 又突然變心嗎 這樣真的是 哎 走 走開啦 算了 這就是你們的下場 哎 哎 不錯耶 這附近 這生態系不錯 我拿到幾塊肉 幾塊肉啦 我想去 我想去那裡面看一下 我不確定那是誰家 可是 應該不會是 而且還有兩棟 哇 好好走走走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這是一個莫名人的房子 然後這些鳥是怎麼回事 這是鳥吧 Ravin 應該是吧 牛 他有牛 牛 有有有牛 可是我帶不回來 不知道後面有沒有什麼可以 通靈的道具 可以把牛帶回家 如果有的話 那就太好了 哈囉 有唱片 然後 喔 所有道具都有 箱子裡面 只剩河豚 釀灶台 跟 麵包 哎呦 盾牌 水 謝謝 謝謝謝謝 我正好需要盾牌 剛好免費就有盾牌 呃 紡織機 煙燻爐 還有 鍛造台 這些都可以 我想帶我家 看隔壁有沒有什麼 欸隔壁有人 隔壁有玩家 哈囉 我記得他是一個NPC 你好你好你好 他是一個生存者 喔 喔他可以換很多東西耶 有沒有吃的 有有有有有有嗎 沒有 他都是這個 這個是 被詛咒的粉末 這個被詛咒的粉末 就是要拿來召喚 Hearing用的道具 然後他 那個粉末需要 就要跟我們的鑽石結合 他就會變成 被詛咒的鑽石 然後由那個被詛咒的鑽石呢 就可以召喚出我們要的 道具了 就是 Hearing的召喚道具 對 雖然是蠻蠻好用的 可是 目前用不到 對 然後你的爐子裡面 什麼都是空的 謝謝 謝謝生存玩家 不錯不錯 請繼續努力 我覺得你不夠努力 你一定是 欠缺開發 我們繼續向前走 欸 村莊 有機會 有機會 我想找 我想找胡蘿坡 我想找一些 可以 可以種得馬上吃的東西 可是這房子怎麼那麼可悲啊 怎麼在一棟 欸不對耶 他不是村莊耶 他就 喔 喔喔喔喔喔喔喔 有有有 阿大門在哪裡 他裡面有 我要的東西 可是 喔 尋路 他是一個 他是一頭路 阿大門在哪裡 請問 這個田是種開心的是不是 阿大門在哪裡 那我就 就 不好意思啦 我就直接闖空門啦 看你有這麼好 看你有這麼好好好 好香的東西 的份上 我還不 搜刮一波 可是怎麼都是 小麥 你沒有別的了喔 這房子有兩間人在睡 誰跟誰啊 我猜一張床 我要猜 我要猜橘色的床 OK 他應該 他應該不會突然回來 跟我 就 就 就那個吧 就對我發脾氣吧 一定不會 因為我是 我是小白耶 他 他怎麼會 他怎麼會看到 就想檢舉我了耶 那麼可愛天真無邪對不對 看到我那張臉 喔 什麼 什麼 所有的怨恨 都放下了 好不好 不要臉 我們可以砍這隻迷路嗎 我們會不會被他撞死啊 嗚嗚 嬌羞咧 啊 啊 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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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弄 敢弄 敢弄我 盾牌 再來啊 啊 好痛喔 我看一下 我有拿到迷路的肉嗎 有鹿角 我拿到鹿角 可以做成骨粉 蛤 那麼廉價喔 啊 有有生鹿肉 可以拿來烤 水水水 可以拿來烤 我們今天來多 哎呦 鬼怕 我們今天來多多的 把一些 把爐子伸出來好不好 我們先把爐子伸出來 然後 有了 超大型的爐子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來做 超大型烤箱 我覺得我們今天先 先到這裡 我們先我們先走到這邊 然後 我們先回家做東西 我們要很大爐子要做 我覺得這塊地 還有很很很 很棒的發展空間 先不要浪費 我們先在這裡儲存 我們先回到我們 年輕的家 然後 我們來把 超大爐子做出來 我們有這麼多鵝卵石 要蓋出一個超大爐子 應該不是問題 要蓋出27個 27個 27個 超大爐 32 夠夠夠 可以可以拼湊出一個超大爐的 然後 先 統整一下 食物有一些 可以先刻 然後我們來把 超大爐給 放在 我是想放在這一塊 我們把這邊整理出來 然後放在這一塊 好 超大爐 巨無霸 超大爐 完成了 這就是我們的超大爐 然後 這個格子呢 就會大到像這樣 它上面可以直接燒九宮格的東西 下面就可以放煤炭 然後這邊就是燒好的東西 還可以做輸出 對 這個漏斗的擺放就是 從上面輸入 然後 從側邊的話就是用煤炭 然後下面這邊錯的話就是我們的 完成品這樣 然後我們去做 我記得沒錯的話 我們應該也是可以做 比較升級一點的箱子吧 應該是可以 我們來做 我們來做兩個 一個鐵箱好了 我們先做一個鐵箱 鐵箱的升級方式 應該是我記得用鐵包一圈啊 我應該有裝這個模組吧 應該是 有啦 我有裝啦 然後 這台就可以不用了 這台這台就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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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修不起來 完了我老了 好可以了 把這個爐子 就這個這個其實是有點有點巨大 所以他可能要插 插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角度 對我們就把這個給最下面這個底層給敲掉 然後這邊就像這樣有沒有 像這樣放 然後這邊呢就可以放LOD 對然後這個上面呢就可以放我們要儲存 我們要輸入的東西 一定要在頂部喔 他一定要在頂部才會有作用 所以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在想我們 應該算空間夠大的話 我們也不用就是也不用 刻意去 呃 刻意去用那個吧 輸入吧 應該就只要像這樣丟進去就好 反正他 他很大啊對不對 這個東西到底放出來會不會危險啊 我出去放好了 我出去放好了 他到底給我這個蛋要幹嘛 來喔 欸 欸 他給蛋可是 可是放出來是妖怪啊 哈囉 請問他是不是在 他是在玩我 他是在玩我 莫名其妙 把今天拿到的鍛造台跟 跟跟跟跟跟 鐵針對鐵針放那邊 我們要睡哪裡 嗯 睡角落好了 睡這裡 欸可以睡耶 可以睡耶 嘿 OK 以重生 然後甜蜜的甜蜜的甜蜜的地方 太棒了 然後我要把肉全部都丟進去裡面 我們可以看他發那個發爐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可是他燒的速度是不便的 他頂多就是可以一次塞很多東西 你就放著不要理他 他就要幫忙開始燒東西 還蠻方便的啊 我們去種西瓜 西瓜 西瓜很重要 他可以當作是比較快的食物區 然後我們把他 種到最大 我們去拿骨粉 拿鹿角來用 這鹿角好像沒什麼用 他只能夠拿 他只能夠分解成 分解成骨粉還蠻可憐的 我們把西瓜種子 種在邊邊 大家就會 喔喔喔喔喔 其實長好了欸 好快喔 好我要種到最邊邊 像這樣 長大長大 OK好 長到最大 剩下的就是 看他把西瓜長在哪一個地方了 對應該是 應該沒問題 應該沒問題 對 沒問題 我如果擠得沒錯 我好像可以做鐮刀欸 超大型鐮刀那一個 可是 嗯 我忘記怎麼做了 那個下次再研究好了 那個沒關係 好把東西收進去 OK 好 差不多今天出去冒險 也算是找到一些小東西啦 雖然不是很真很珍貴 但是 至少是 我們把超大爐子做出來 然後 應該我會這邊再加裝一些護欄 加裝一些護欄 會比較安全一點 避免怪物會直接衝過來 給我個 SURPRISE 這樣子好不好 這樣太危險了 好那麼就是這樣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今天很悠閒的完成了我們的任務 我們就是這樣囉 掰掰 掰掰